大家都知道小九最近在学20年代的加剪法 老师还让准备了一些文具 所以第二天我就带他去了文具店 对于第一次来文具店的他 有点不知道从哪下手 正挑的起劲的时候 我发现他站在这里好久 原来是有一个比他大不了多少的姐姐 想悄悄的拿走文具店的东西 却被老板发现了还要请家长 然后他看了看自己手里的两块橡皮 就交给了我 当时我也没有多想 就想着带他去结账 然后准备回家了 可是在回家的路上 他一直不停的在问刚刚的事情 我一时间又不知道该怎么向他解释 后来在回家的路上 我也一直没有说话 就这样一直到了晚上 我看见他一个人坐在床边 可能是还在想着白天的事情 所以我必须得向他解释一下 你看这是100块钱对不对 对 那如果他被揉搓了之后 还能不能买东西 那如果我踩他一脚呢 对 所以你要努力让自己变得有价值 你想 比我们还优秀的人都还在努力 那我们应该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这么多 他到底能不能理解 因为我们有秀本还在哪里 那我们的努力有什么用呢 啊 哈哈哈哈